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就是他把观测者这个角度 拿出来作为我们认识世界的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这个是为什么 为什么是爱因斯坦能够提出来 这个也很牛顿类似 爱因斯坦之前呢实际上就是 这个问题是已经提出来的 主要就是电磁学 19世纪最大的物理学成就就是电磁学 或至一嘛至少是 那么这个问题 那么电磁学出来以后呢 他还是想用牛顿的方式来解释 那个电磁波 但是这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电磁波和光也是电磁波了 那么电磁波 按照牛顿的方式来理解 就是说电磁波是一种振动的传播 那问题是电磁波在什么上面振动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电磁波和光是可以在真空中传播 真空里面什么也没有 那请问它振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水波是振水 咱们声音是振空气 那你电磁波振什么东西呢 就没东西可振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要用牛顿的方式来解释 电磁学的话 那么就牵涉到一个就是媒介的问题 那有人就说那就有以太嘛 把以太拿出来 那好 如果你说有以太振动的话 那我就能测出以太的速度来 因为我们地球在运动 那以太不动的话 我们就跟以太有运动 这个就有以太风 测不出来 所以19世纪后期 关于以太风的测量 是一个热点问题 测不出来 怎么办 那当时有人说 那可能以太风把我们的尺子搞扁了 怎么说 爱因斯坦这个工作 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实际上 爱因斯坦说没有什么 把尺子搞扁的问题 只是因为运动本身 就带来这个现象 不是以太风跟你尺子相互作用 跟你压力 把你压扁了 不是这个问题 所以爱因斯坦就把以太一个消掉了 相当于 所以爱因斯坦这个工作 也不是说他脑子一拍就出来的 他也是整个这个 19世纪以后的发展 实际上爱因斯坦所面临的问题 实际上相当于就是 电动力学和牛顿力学的整合问题 当时那个矛盾还是挺大的 爱因斯坦不是小生 也是一个也是传说奇迹 16岁他就思考一个问题 说这个如果一个人以光束 跟着光走的话 那么他看见光是什么样 那是不是光就不动呢 你看光是个波的震动 像光 现在你跟光束一样快 你是不是看见一些波 都静止在那呢 如果是的话 太奇怪了 怎么会光不动呢 如果不是的话 也很奇怪 为什么那个光束就很特殊 不叠加呢 那按道理可以叠加 你跑得快的话 你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导致 它相当于论的一个背景 所以不是说都是脑袋拍出来的 它是有根据的 所有的科学都是这样的 它都有所谓时代 伟大的时代 巨人的肩膀 这几乎是通用的 爱因斯兰也一样